大家好,我是标榜,特别热爱大自然,Mits YY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嗨,又到了This is Bahi的时间了 上周我带着大家沿着塞纳河逛了一下巴黎市区,让大家稍稍感受了一下巴黎人的日常休闲生活 而除了这些市区里的河畔公园等比较小的休憩场所之外呢 在疫情之后啊,其实面积更为广阔的,更贴近大自然的森林绿地呢,更受巴黎人的欢迎 而巴黎城市的东西两边呢,各有两大森林,也被称为巴黎的两大绿飞 就是巴黎东部的Bois de Vincennes和西部的Bois de Boulogne 而离我家很近的Bois de Boulogne呢,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稍稍改变一下方向 同样呢,以汽车的方式啊,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巴黎人的秘密花园之一 这下有不少的小惊喜,所以呢,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Bois de Boulogne呢,翻译成中文啊,叫做布洛涅森林 它坐落在巴黎的西郊,占地846公顷 面积呢,差不多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半啊 或者呢,是伦敦海德公园的3.3倍 围绕着它的三块区域呢,分别是南边的Boulogne-Biancourt 还有东边的16区,和北边的Neissio-Seine 这些呢,都是老牌的富人区 所以啊,这里的治安环境呢,非常好 也被称为啊,巴黎富人的后花园 而对于游客来说呢,它的名字啊,应该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如果你喜欢法国的文化艺术呢 你肯定啊,在很多的电影和文学绘画作品中呢 都有看到或者听到过这个名字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天使艾美丽 小艾美丽呢,放生鲸鱼的地方啊,就在这里拍摄的 还有啊,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 以及梵高的油画《布洛涅森林的散步者》 还有雷诺阿的《布洛涅森林滑雪图》 还有像很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 像《茶花女》《红与黑》等等啊,都有描写在布洛涅森林中的浪漫场景 其实这里我们也不能看出 在巴黎人的心中呢,《布洛涅森林》更像是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花园 在这里,他们可以远离留客的逃扰 所以呢,通常只有在巴黎生活过的人啊,才会知道 不过最近几年,一个建筑的横空出世啊 可以说是打破了它的某种宁静 2014年,著名的奢侈品集团LVMH集团呢 在森林的北边建立了Fondation Louis Vito 路易威登资金会 它是一个以艺术和艺术家为中心的企业基金和私人文化项目 在疫情前呢,里面会定期举办各种当代艺术展览 致力于鼓励和推动法国及世界的当代艺术创作 而它本身的建筑呢,我认为啊,也是非常有美感的 是由美国著名的建筑师Frank Gary设计的形似玻璃云朵的建筑 可以说啊,是既独特又不突兀 和整个森林呢,还是比较和谐的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啊,喜欢当代艺术的小伙伴们 以后来巴黎呢,千万不能错过这里哦 而在它的脚下呢,则是巴黎市内少有的游乐场 Jardin d'acclimatation 现在呢,由于疫情啊,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还是到旁边的湖边走走啦 在巴黎呢,通常三月底四月初啊 最高的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十几度上下 但拍摄当天啊,这周的气温呢 却一下子飙升到了二十几度 阳光更是格外明媚 忽然啊,给我们有一种夏天到了的错觉 所以啊,在最热的这几天呢 就算不是周末,对阳光一直疯狂迷恋的巴黎人 几乎啊,都是西家带口,清朝而出 这里啊,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巴黎最近的天气了 两周的气温呢,既然可以相差十几度 这个温度变换的曲线呢 真的可以堪比比特币了 不远处呢,飘来了悠扬的情深 给公园里的休闲氛围呢 增添了不少的浪漫情调 那小时偶然能接下来 这些下枚是什么 我们在转异时的汉库的态度 我看好阳的火银 不告诉还有一体 像是坂里的汉库的 冬天大人做什么 可以说 在布洛尼森林里面呢 大大小小有好几个湖 这些湖里的很多动物啊 也都是互相传门的 里面呢就有一个天鹅家族 这只啊大家看到的天鹅呢 差不多就是去年年初时候出生的 因为我们几乎呢每周都来 所以说啊 它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 现在俨然啊已经长成了 这个湖的小霸王了 看着呢 太 alerts了 流水 蜢 既然帅哥给我们这么温暖的微笑 那就赶紧上前打个招呼吧 据小哥所说呢 他已经当了两年的街头音乐人 每天的收入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以足够维持他的生活 不过今天很可惜的是呢 由于嗓子的原因啊 他不能唱给我们听 但是我会把他的YouTube频道呢 放在描述栏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哦 唱得真是不错呢 如果大家之后来巴黎旅游的话呢 也可以在Trogadeho的广场上找到他 到时候别忘了给点小费哦 我爱你 告别了谈今天的小歌 我带大家去在布朗尼森林里面 我的一个秘密基地 它就是巴格的巴格德拉 巴格蒂尔公园 关于这个公园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 我们现在看到宛如宫殿的建筑和庭院呢 原来只是一个小型的狩猎小物 1775年的时候呢 被后来成为法国查理十四国王的 阿图瓦伯居然买下 而当时呢 他的兄长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呢 前来拜访 是的 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 被送上断头台的那对 而史上最为臭美的玛丽皇后一来呢 就不出所料地嫌弃啊 这个地方过于简陋 不适合自己奢华的皇后规格 于是啊 为了挽回尊严 当时的阿图瓦伯爵呢 便和玛丽皇后打了个赌 发誓要在六十天之内呢 把其打造成为一个城堡 最后他实现了诺言 不过这一个举动 也给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埋下了阴患 不过今天呢 我带大家主要还是来看几个朋友的 哒哒 就是他啦 巴嘎带了公园里面啊 一场年养了好几只孔雀 他们呢 一点也不怕生 会时不时指高气昂地 出现在你面前 搔手弄姿 貌似啊在宣誓着 我才是这里的主人 不过整个公园里面 除了他们 最值得看的 还是那些有三十几个园丁 常年心情照料的庭院 这里呢 我先挖个坑 下次啊 等鲜花全部盛开的时候 再来带大家好好的 深入的逛一逛 回城的路上呢 忽然发现 路旁很多花 正在悄悄地开放 花枝都的巴黎呢 真正地开始展现 它的魅力了 好了 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千万别忘了 点赞订阅和转包 我们下次见 爱你们 Salud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